迈入地世界的美丽基隆影片创作比赛 每年总是吸引许多影像创作者参赛 作品水准也逐年提升 今年除了以A City Full Of 作为主题分成影片摄影两组进行征集外 更新增摄影玩家组 只要上传与基隆相关的影片 说明什么是基隆独有 就有机会赢得奖金 在这个影片的创作跟摄影的创作的部分 我们是以主题性的这个部分 包括A City Full Of 就是说这个城市给你的想象充满了什么 那我们希望以这个来做一个创作的主轴 那也欢迎大家来拍摄跟基隆相关的影片 另外呢摄影的部分 我们今年分为这个专家组跟专业组跟玩家组 另外今年也增加了网络票选活动 让民众票选心目中的理想作品 选出最具基隆代表性的新十二景 投票民众还能参加抽奖 我们也会有这个网络的这个票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大家都知道基隆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过去呢也曾经有很多的景色 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所以呢过去曾经有基隆的八景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的摄影的比赛呢 能够选出新的基隆的八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我们今年呢希望能够再让 这么有特色或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这个城市呢能够增加新的这个值得 让大家来欣赏的这个地景喔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希望能够选出关于基隆的十二景 就是你心目中最漂亮的基隆是长什么样子喔 这项总奖金高达486000元的影像创作比赛 影片征集部分从即日起到8月15号为止 照片征集则到7月31号为止 因应疫情这一次投稿作品不限2021年创作 只要是2020年起即可 影片长度一分钟以上就可以投稿 邀请全国民众用不同角度来呈现这座港都城市的魅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